今天过来调试一个全屋的智能开关 调试了一整天了 他之前呢是自己买的 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设计师来的 他打算把他的房子装修成全屋智能 然后就自己从网上买了很多智能家居回来 后面他装修的时候 他电工他不会弄 只把它搞成普通的啊 手按的 然后刚好有一天我过来帮他修一个浴霸 问我会不会弄 我说会弄 然后现在他就叫我过来帮他搞一下 把他全部给他调成他想要的模式 你看这个装修风格 很现代吧 这个灯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他买的东西非常的杂 有些是 支持米家的 有些是支持小杜的 所以这样 把它联合起来的话 就要用到两个 音箱 一个是小米的 一个是 百度的 所以这样的话 操作起来就相当的有点困难 但是熟了之后也不会 调了很久 现在已经把它调出来了 你看我刚刚叫小杜 调出来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 现在我叫一下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打开休想模式 表定 你看他就变暗了 稍微变暗了一点 其实用上智能非常的爽 以后我的房子也要全部搞成智能的 小爱同学 我在 打开用餐模式 又停顿 需要思考一下 好的 搞定了 好 现在又变白了 这边变白 小爱同学 打开工作模式 好的 搞定了 好 现在量那边 全部变白 啊 所有灯光 全部变白 这个就是工作模式 小爱同学 对 关闭 进墙灯 好的 其实一家能用上智能家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爽的 你看包括他这个 晾仪架 还有空调 电视 啊 浴霸 凉霸 电话包 还有 全屋都是智能的 只要你一说 它就出来了 小杜 小杜 打开厨房灯 好的 就问你 爽不爽 爽不爽 小爱同学 在 阳台晾衣架下降 好的 小爱同学 我在 晾衣架 暂停 好的 小爱同学 打开主卧灯 小爱同学 打开插头 没问题 你看 现在是控制那个插头 然后让风扇撞动 但是不能直接把它那个 名字命成风扇 它这样就识别不了 它只能 识别到它的插头 小爱同学 关门 关闭插头 没问题 嗯 这样风扇就停了 小爱同学 嗯 打开衣帽间灯 开了 嗯 衣帽间 小爱同学 在 打开窗帽 打开窗帽 小心 小爱同学 我在 打开窗杀 好的 打开窗帽 它这里呢 其实是用了两个窗帘电机 一个呢 是控制窗杀 一个呢 就是控制窗凉 这样叫的时候 就挨个挨个的来叫就行了 小爱同学 我在 关闭窗凉窗杀 她还要停顿一下 只能一个一个来 相关窗杀 小爱同学 关闭窗凉 好的 她这里呢 是用了两个小爱音箱 还有两个小度音箱 一个放在客厅 一个放在主卧 因为太阳了 叫不到 所以就放了两个 可以被控制的空调 试试去米家 把设备扑到房间里吧 这个犯错 叫了半天没反应 原来是没有添加进去 主卧空调 阳台空调 小房间空调 一帽间空调 他那米空调 就是没有主卧空调 没有把这个空调 添加到米家进来 叫到叫不动 把它添加一下 它这个空调就比较好操作了 按住它这两个按键 添加设备 扫一下 出来了 小度是没有加的 主卧 哦 空调不能加小度的哦 不行 小爱同学 对 看它它米方空调 好的 哦 还有个窗帘可以加吗 窗帘可以啊 它有个这个是余音空的 这个这个窗帘可以加的 窗帘我看一下窗帘 看一下啊 小爱同学 打开主卧空调 没问题 小爱同学 打开插头 好的 小度小度 关闭左灯带 好的 小度小度 客厅轨道灯调 3,000k 小爱同学 客厅轨道灯调灯光3,000k 你为你操作灯 小爱对的沟通失败了 请单纯操控他们试一下吧 小爱同学 灯光调至6,400k 小爱的 请 小爱同学 好呢 小爱同学